随着本土案例增加 疫情变得相当紧张 三星家公所配合中央政策 这个礼拜五开始将在三星的公共市场 以及三星国中小还有幼儿园等11间校园 展开环境的消毒工作 升级防疫规格 当然我们要看到全世界疫情的严重 我们也要配合国家的政策 在这次开始我们在国中秀 尤其是我们公共场所 包括我们的市场 也要做好研究的 也想专门来做一个监视的消毒 希望透过这样一步一步的地方的经历 可以带来给我们乡亲 很安全很安心的生活品质 另外配合夏天即将到来 三星公所为了防治登革热发生 5月14号开始也将在全乡 展开环境大消毒 分区分村喷洒登革热的防治药剂 预计5月28号完成消毒工作 在消毒期间公所也提醒民众 在消毒期间公所也提醒民众 要把放在屋外的物品 衣服收入屋内以免沾染药剂 同时也呼吁家户 要记得清除室内外的积水容器 避免并没稳的滋身 一同为环境把关 遗免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